秦始皇 嬴政 雄才大略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从秦始皇的父亲 秦庄襄王 能够当上王 到嬴政继位 甚至是娶妻生子 其实都听命于养祖母华阳夫人 这位华阳夫人 是秦宣太后的表直孙女 秦宣太后开启了秦国 外妻干政的先河 当年处夕外妻势力之大 国内只知道有秦宣太后 根本就不知道有秦王 而身为处夕外妻后人的华阳夫人 如果没有她的力挺嬴政 跟她的父亲 根本不可能当上秦王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往后确实干什么 自处 看来你的父亲 在我身上刻下了怎样的伤痕 西元前三百零三年 秦宣文王的美艳王后华阳夫人 在浴池中勾引着宫中乐师 向她抱怨深宫怨妇的哀愁 知道我为什么进宫吗 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想要改变姐姐和家族的命运 我想要得到全天下最好的一切 依靠一个男人的宠案 有什么不可能 安国军当上秦王 靠的是他的王室血度 那些征战沙场的男人 靠的是与生俱来的强健体魄 他们都靠了上天赐予的 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女人为何不可呀 我真是想不通 秦国的王后要你做她的情人 你却总是推三组四的 怕什么 怕死吗 华阳夫人主动投怀送抱 不要被秦孝文王目睹 这不堪的一幕 王上 还想说什么 还想说什么 叫你死 其实戏剧中 秦孝文王意外死亡的桥段 虽非始料所转 但或许也有几分可难 因为正史上 在为长达56年 75岁的秦昭相王驾崩后 孝文王即位仅仅三天 就驾鹤西归 死因众说纷纭 孝文王即位三天就过世 当然你会觉得很奇怪 可是你要知道 他那时候五十几岁 那这样就可能不奇怪 因为安国君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无法去克制自己欲望的人 你看他有那么多的孩子就知道 子族总共有20多个兄弟 那代表安国君 除了华阳夫人跟夏姬之外 还有为宿不少的妻妾 这才有办法生下这么多个子嗣嘛 而二十多个还只是儿子的数量 女儿没有统计在内 其中更有一说是 吕不韦为了不想让子楚 跟他老爸一样 等当秦王等到地老偏荒 所以下毒害死了孝文王 医师认为秦王是哀痛过度 久病缠身 一口痰堵住了喉咙 才会弃绝身亡 非为人所伤 久病缠身 久病缠身 让你去装孝子 让你去孤明调月 死得好 死得太好了 像是明代文学家冯孟隆 就曾在東周列国志裡面说 秦孝文王除上第三日 大宴群臣 席善回宫而死 那当时国人皆宜啊 那这个国人皆宜意思就是说 国都咸阳城里的人 都怀疑是吕不韦 害死了秦孝文王 那目的是想要让子楚 尽快成为秦王 所以用重金贿赂左右 将毒药放到秦王喝的酒中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吕不韦花了这么多钱 在子楚身上 当然想赶快得到回收 如果秦孝文王 跟秦昭湘王一样活得久 活到七十五岁才死 那子楚要当上国君 得要再等二十三年 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子楚 为了继承王位 伙同华阳王后 杀害了秦国的国君 子夕 你简直是无虑不肖 秦孝文王兽氏 子楚能够越过其他二十多位兄弟 继承王位 全拜商人呂不韦 与华阳夫人 两人正志分赃而来 而就以迎政时期来说 秦国有三大外妻势力 赵系 韩系跟楚系 而若无最大的楚系外妻 华阳夫人当靠山 世上将无秦庄商王子楚 更无秦始皇隐政 华阳夫人是在秦王政第十七年的时候 在过世 所以你看这当中 帮她的孙儿是很久的 这个华阳夫人她算起来 她是宣太后的侄孙女 在辈分上面 那也是芈蓉的侄女 她代表的是楚国 在秦国这一方的一个 外妻的一个势力 慢着吕不韦 你应该记得当初你入咸阳 是我姐姐亲自引荐你入宫的吧 从未忘记 那你应该也记得当初你承诺 紫楚继位后我们米氏一族的未来 可最后你兑现了吗 你和紫楚真是一对相得益彰的君臣呢 都是一样的 忘恩负义 心黑手痕 话说华阳夫人这一楚信外戚 在秦国有多大的势力呢 根据北宋石在开元寺 挖到一块祖楚文石碑 上面揭露七元前312年秦楚发生大战 楚怀王被仗义欺骗 发兵攻勤战于丹阳兵败之后 再次出兵秦国 所以秦惠文王祈求水神乌贤 绝角雅托保佑秦国获胜 诅咒楚国败王 这诅咒文中就有秦楚联姻十八事 在北宋仁宗佳佑年间 奉祥府出土了一件秦代的石刻 上面刻有古朴的文字 它总共有三百二十六个字 内容是秦王前史向大神乌 来诅咒楚王不到 所以它也被称为祖楚文 那里头有提到两句文字 说是兼备十八世之祖盟 率者侯之兵以林家我 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秘密 自秦慕公和楚城王以来的三百年间 秦楚两国居然有十八代的联姻结盟關係 而开秦国外妻甘政之先河 始于秦昭湘王之母宣太后 身为楚人的他原本只是秦慧文王的一个妾 未接八子 所以又称米八子并不受丑 导致他的儿子迎记 被送到燕国作为谈判的质子 然而就在慧文王死后 弟弟秦武王即位五年之后 竟然因为举顶而死 由于五子寺秦国内部演变成十几个兄弟 为争夺王位展开了血流成河的大内战 当时诸侯国隔山观虎斗 赵林王跟燕国合谋 把押在燕国当仁至的王子银记 送回秦国去 要扶持他成为傀儡 谁知当银记归秦之后马上翻脸 他与长友兵权的舅舅魏冉 铲除异己 更把秦桧文王留下的非米氏 所生的王子统统杀光 这中间也包括秦桧文王原配皇后 也被杀 醒醒 母亲 我来了 云西外妻杀光了阵敌 银记登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封母亲米八子为太后 米月愿与众卿携手 新我大秦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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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306年 在魏冉和初礼吉等人的支持下 秦昭王迎记登基 因其年幼其母李悦听证 自此开端 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个太后 李悦开始了长达41年的执政生涯 史称宣太后 宣太后当家的时候 就想要把楚国的这个势力给进来 所以他的几个兄弟 像敏荣之类的 就是一样在秦国就 当了重要的这个官职 那当然他也就在这种 姻亲上面 在通婚上面 也尽量都以楚国的女性 嫁到秦国来 所以形成一个通婚 然后来影响他 宣太后长证期间 扶植楚系外妻势力 造成民间指示太后 不知有秦王的局面 所以秦昭相王41年迎计 才将权力夺回 结束宣太后长达数十年的统治 并把亲族赶出了韩谷关 不过这期间 宣太后已将自己的表直孙女 华阳夫人 许配给了昭相王的数字 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年轻貌美 聪明 善解人意 她继承了这个宣太后的 这个政治基因 所以说她非常有见识 非常有组建 嫁给安国军 是宣太后跟华阳军的 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是为了让华阳夫人 在这个安国军的继承人 有决定性的发源情 而这位敏荣的直系后人 华阳夫人按照写原算 其实她跟安国军是表兄妹 而且她非常有望夫命 王上诏令安国军迎助灵照 儿臣灵照 即日起立安国军迎助为太子 有监国之责 儿臣灵照谢恩 那按照敌长子继承志 国军之位本来是轮不到迎助的 而是应该是他的大哥迎道 那这个迎道也确实 很早就被立为太子 那只是他后来被送到 为国当仁治 那不知道是因为自小身体残弱 还是水土不服 迎道竟然在西元前267年病逝 那身为秦昭湘王赤子的盈助 那当然就成为继任的不二人选 所以在西元前265年 盈助就被立为太子 也因此华阳夫人成了正夫人 楚系外妻势力在后宫独拔一方 但在西元前265年宣太后宫氏 很明显的太子妇华阳夫人 就成了楚系外妻的头号人物 但偏偏他却患有不育症 五子四皇夫人在未来根本没有筹码 与其他有小孩的妃子争宠 这也让安国君的儿子子溪 开始做起了王储大梦 你是秦国王孙 我是王孙父 我想要当上秦国王后 得先把你扶上秦王之位啊 野心还不小 还想做王后 紫西的历史原型是秦孝文王的素质 也是秦庄襄王之族的兄弟 他很有势力 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秦国的大臣 四昌来辅佐他 当时他是最有资格继承秦国的王位的 安国君本来想立紫西的 可是呢 华阳夫人不喜欢 因为紫西的那一股势力呢 向来对华阳夫人不敬 那么这个安国君呢 非常宠这个华阳夫人 所以这个枕边风还是蛮有力量的 因此呢 安国君 就会考虑这么多儿子之中 我要立谁 那么据说其中呢 安国君看重了一个 他自己觉得这个孩子还不错 可是这个孩子后来 不小心在练舞的时候呢 伤到了眼睛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不可能立一个 眼睛有毛病的这个太子了 所以安国君也在为这个事苦恼 当然对于华阳夫人来说 他想到了这个立派子的问题 一定是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就是没有一个是他亲生的嘛 华阳夫人为继承之争 厌恶紫西在诸侯国内早已传遍 这也让商人吕不韦 看出可以见缝插针 所以在赵国邯郸 他愿意出资千金 去投资在赵国当成质子的秦国 落难王孙 盈役人 因为他和他的母亲夏姬 失宠于安国君 我的母亲夏姬来自韩国 父亲姬切众多 母亲不受宠爱 犹如风雨中的一夜扶平 无所依靠 惶惶不可终日 而我 只是父亲二十七个儿子中 最平凡的一个 既得不到父亲的宠爱 又不像其他兄长们那样才华过人 所以就被送到赵国来了 但也有一种说法 说是紫楚自告奋勇 以王孙的身份前往赵国 那紫楚之所以会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爷爷秦昭湘王 当初在兄弟正位脱颖而出 也是跟赵国的大力支持 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无论紫楚到赵国当人质 是因为母亲不受宠 还是他自告奋勇 但能够到赵国去 至少掌握了日后竞争的筹码 上天国真是眷顾这个 在赵国常常久死一生的 质子盈役人 让他遇到了商人吕不韦 两人谋划窃夺勤国计划 吕不韦愿意拿出千金 其中五百金给紫楚 当作国际公关费 自己则是用五百金 去秦国贿赂华阳夫人 劝他收养营业人当儿子 吕不韦呢 以他一个商人的身份 他想要求见华阳夫人 他根本不可能见得到 所以他就动用了他的家产 花了很多的钱来打通关系 比如说华阳夫人有个姐姐啦 那么还有华阳夫人 有弟弟啦 杨全君啦 但是这些人呢 也都算是当年楚国的贵族 他绝对不会说 见利就妄议的 你轻易就可以说服他的 我想吕不韦呢 他除了用这些礼物啦 金钱来打动 另外他讲了一个关键的词 以色是人者 色衰而爱持 如今夫人是太子 得宠而无子 敢问一句 太子百年之后 夫人如何自处 吕不韦你大胆 如果我是夫人 不如在太子的儿子当中 挑选一位德才兼备的人 成为自己的儿子 将来继位为王 夫人永享荣华 此所谓一言而万事之利 还不住口 而且吕不韦的三寸 不赖之舌 更是一语戳中 华阳夫人 跟他弟弟杨泉军的要害 您将有杀身之祸 还浑然不知 我为何不孝 什么 如今您的门下 无不身居高位 俯藏珍珠宝玉 不计其数 骏马美人 更是充塞门庭 但 这只是一时盛进 待太子百年之后 子兮得事 犯居当权 官爵 宝玉 美人 都将被夺走 就连你自己 也是微如雷卵 命在旦夕 夫人 不肯支持子兮 不正是因为 知道她跟范菊 早对你们战有一切 身怀不满吗 我可以收她为四子 但当她心愿达成之计 定宇夫人 共享天下 华阳夫人为了自己 与家族荣华富贵 打运参与 吕不韦的政治分赃 抢了相机的儿子 银艺人 论谁也看得出 这是韩楚 两个外妻势力 在替未来铺路 新元前两半五十七年 秦昭相王派王和围攻邯郸 赵人要杀死营业人记棋 而就为秦王孙命在旦夕 吕不韦花了六百金 贿赂首成官员 营业人抛下了老婆赵姬 跟年幼的影证 跟吕不韦一起逃回秦国 一亿人在赵国当质子 一当就是十多年 等他归秦时 仔细看到一亿人 一度要杀了他 兄长 许久未见 你是何人 我是王孙义人 远赴邯郸为至的秦国质子 我的兄弟义人 已经被赵国人所杀害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王孙 您这消息不对啊 王孙可一直活得好好的 背后有人散播这种谣言 定是别有军心 我已经辨认过了 这是两个冒充者 就地处决 就在这紧要关头 紫楚的生母 夏姬出现了 认出了儿子 救了她一命 谁敢动手 夏少妃 你怎么在这儿 不合规矩吧 我有华阳夫人的公牌 现在 合规矩了吗 还会不会弄掉 不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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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两个冒痕 不合规矩 那是一切 不合规矩 这道道 不合规矩 这道道 这道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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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藝人歸勤後 在呂不韋的建議之下 立刻穿上褲服 去見養母華洋夫人 華洋夫人非常高興 並且幫她改名成子楚 這樣大家都知道 她是褲系華洋夫人的兒子 不過這也引起 在立太子的問題上 朝廷分成了兩派 一派是支持子楚 一派是子曦 讓安國軍一度舉棋不定 請太子改立皇孫子曦 可子楚才是現場的繼承人嗎 殿下 子楚並非華洋夫人所生 只不過是冒了一個四子的名義 現在人人都說 四子受命於華洋 將來必為婦人所致 您不要忘了 當初宣太后專權 天下人接吻 情有太后嚷侯 不聞有情報 後來在呂不韋的威脅利誘之下 華洋夫人的弟弟楊全軍 又去催眠安國軍 才讓子楚內定為接班人 不過在一些筆記小說中 把子楚描寫成 絕非是單純的政治素人 為了爭權 他也是非常有心機的 好 子楚 子楚 子楚參加了子溪的酒宴 沒想到卻是喝到毒酒吐血 但誰也沒料到 這是子楚的苦肉劑 藉此陷害子溪 讓他在接班人爭奪戰中出局 我從鎮鳥的會上 掛下來少許粉末 以毒攻毒 才算救了王孫的命 不過 這毒性已深入肺腑 王孫 可得休養好久了 這個子溪當真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當眾毒殺子楚 我看他全是仗著太子的寵愛 想要獨霸秦國 你先好好照顧子楚 這筆賬 我們以後好好算清楚 諾 雖然史書上沒有寫說 子溪出局的真正原因 是否跟子楚有關 但可以很確定的是 子楚歸國有華陽夫人當靠山 在西元前251年 再為長達56年的招香王駕崩 安國軍即位為秦孝文王 華陽夫人為王后 當年嬴政跟母親趙姬 被困在趙國生死未過 逃回秦國的子楚 在生母下姬的安排之下 迎娶了同樣來自韓國的韓夫人 還生下了一個兒子成角 當時韓系外妻都盼著趙姬母子 就死在趙國 這樣成角跟韓夫人就會扶政 成為未來的太子跟王后 但是偏偏六年之後趙姬母子歷劫歸來 秦國王宮裡頭即將掀起一場 驚心動魄的內鬥 報 禀大王 由西文到 長安軍成角 召告天下沉迷 傳國之意 誓統為尊 復宗之惡 陰謀為甚 僅王政 非先王之四 乃屢不為之子也 非先王孤賢 夠了 秦王政八年小營政三歲的 同父異母弟弟長安軍成角 趁攻打趙國時率軍派變 還寫習文 臭罵營政的血統不純 營政聽了勃然大怒 立刻被其配件戰甲 管要欽服戰場 來人 馬上出兵 這對同父異母的兄弟 會反目成仇 照應各自的母親 屬於不同的外妻集團 而為了繼承王位所引起的紛爭 宗室相殘本為成禮 然而這些年 王兄始終待我不保 難不成 是怕我謀反 不是的 那就把大秦的王位給我 話說當年秦莊相王子楚 在趙為志 為了活命 拋棄原配趙姬於兩歲的兒子影鎮 逃回了秦國 由於趙姬母子生死未捕 於是子楚的生母 來自韓國的夏姬 將同姓的韓夫人許配給了子楚 即便黃夫人有勢力 可是她是政治上的母親 那夏姬代表著生活上的母親 她的親情上面是依靠著她的 所以她會比較傾向於夏姬多一點 夏姬的建議 當時的諸侯國其實在聯姻上面 都是為了自己的母家 來做一個思考嗎 婚後一年 韓夫人為子楚 生下了一子成角 深受祖母夏姬的喜愛 不過這位韓夫人 在子楚等待趙姬母子 這六年時間 始終都沒有被扶上當政妻 可見這當中必有一番廝殺 只怕是為了他們自己 他們一直指望成角當繼承人 正兒的到來便是最大的阻案 昊蘭是我的妻子 歸秦名正言順 她攔得了一時 攔不了一世 生死未捕的趙姬 還是她的 在那段的歲月裡面 是同甘共苦來的 她是重感情的人 然後她也在等待 趙姬在六年後 他們又相見了 然而就在西元前 251年秦昭相亡病逝 趙國為了巴結秦國 送回了趙姬母子 秦宮內雖喜氣洋洋 但私底下卻是氣氛詭訣 雖然大家都聽說過這兩個人 但諾大的宮中 只有子楚與呂不韋 認識這對母子 明天把孩子帶來 讓我也親眼瞧瞧 婚姻不只關係到你們二人 更關係到家族的興衰 新婚後要行妙劍之禮 得到祖宗神靈的庇佑 大秦宗室的認可 那才是真正的秦國太子之妻 九歲的迎正 終於回到離散六年多的父親身邊 但他身邊 卻無端蹦出一個異母弟弟成角 跟他爭寵父親的愛 使得迎正心中有強烈的剝奪感 成角 難道你母親就沒有告訴過你 不問自取是為賊 雖然年幼的孩子玩遊戲搶玩具 是在平常不過 但在祖母下太后心中 早有了偏袒的定見 從小在困境中長大林鄭 練就出剛傲的性格 更遭論趙姬為了護子 更直言衝撞自己的婆婆 太后 我聽聞 您有一支罕見的碧玉簪 可否借給兒媳 王后 那碧玉簪 乃是太后的陪嫁之物 心愛一場 怎能出戒 那把弓箭 是王上親自給正兒做的 正兒非常喜歡 世間只此一把 正兒每日晚上都抱著入眠 太后的心愛之物 都不願外戒 更何況一個年少的孩子 你就是這樣教育兒子的 雖然戲劇演得 是有點灑狗血 但歷史上的趙姬 歸情之初 真的地位危急 整個宮內 她沒有來自 娘家家族的外源 反觀韓夫人 是夏太后親定 陳角更是從小 在太后身邊長大 若沒有趙姬母子歸情 陳角將取代銀鎮 成為第一繼承人 韓夫人也將取代趙姬 成為第一夫人 所以韓系外妻 想盡辦法要除去趙姬跟營鎮 您說 這夏太后 她最擔心的是什麼 自然是擔心 大秦的王位 要落在一個血統 受質疑的太子身上 不過當子楚登基之後 趙姬當了王后 她跟營鎮 火童呂不韋 成了趙姬 也可以說是韓代一黨 而與華陽太后的楚姬 夏太后的韓姬外妻分庭抗禮 子楚說你出身世家 知書實禮 依我看來 比澎門小戶都不如 才會交出如此無意的孩子 我們母子被其照顧 群狼還私之下 母親都可以護我周全 可她呢 若不是她軟弱 不亡怎會被迫為制 她整天將屈辱掛在嘴邊 有什麼好驕傲的 正兒 你們聽聽 她說了什麼 她到底說了什麼 雖說華陽太后與夏太后 同樣支持子楚 但對兩個孫子的態度 就180度不一樣 所以在子楚崩勢之後 嬴政在華陽太后 及趙姬呂不韋等人的運作之下 凌駕成腳登上了王位 華陽夫人支持的 她跟趙姬啊 或者是跟嬴政啊 其實也一點也不熟 因為她選擇是 對她最有力的這一邊 那她從哪裡知道 她是最有力 因為她是嬴不韋 這邊所推薦的 但你相對的下姬 她已經跟她生活那麼久了 彼此在公鬥裡面 也鬥了十幾年了 她相較起來的話 她接受趙姬跟秦始皇的機會 就會比較大一點 然而看似風光的等級大典 其實嬴政一點權力也沒有 國家大權掌握在華陽祖太后手中 沒有勢力的生母趙太后 還得排在下祖太后後頭 而且由於秦王年幼 各國勢力蠢蠢欲動 實際就記載 趙帝的禁陽隨即發生叛亂 還好被大將蒙勞迅速平定 然而即便米平的叛亂 秦宮中的鬥爭 卻依舊在檯面下進行著 韓系外戚依舊扶持成腳 要幫他累積爭奪王位的籌碼 此季提到說 後來陳角他曾經在秦王政五年 初始韓國 不費一兵一卒 就讓秦國得到韓國的百里之地 回來因此瘋絕受傷 而當時的陳角只有十五歲而已 能夠不費一兵一卒取得韓國大片土地 實在是定人北夷所失 所以可以推測的是 這是陳角所屬背後勢力運作的結果 但韓系外戚的政治算計最終幻滅 因為情緒隨著夏太后生病 而急轉直下 陳角年少輕狂 命他前去封地吧 一臣之間不如再過些年 多些歷免再說 呂相邦 陳角和正兒是親兄弟 這個世上再無比他們更輕的血緣 只要好好栽培 將來比成秦王必保 你如此敵視防備 是想讓他們兄弟失和不成 夏太后在秦王政第七年的時候 就過世 過世以後 她的這個勢力就沒了 你在這個勢力沒有的一個情況之下 變成說當家的是趙系的勢力 趙姬這邊的勢力跟華陽夫人 楚國的楚系的一個勢力 就相互結合 相互結合去鬥你這個韓系的勢力 長安軍日漸跋扈 齊心昭然 雖大王日前於叛黨之勢 重挫呂相國 但只怕這呂相國 會利用長安軍來 住嘴 呂不韋為了報五國功勤之仇 就命長安軍陳橋率領五萬來支援 當時陳橋只有十七歲 不按軍務 那找樊宇晴來商議 那樊啊 平常啊 就不此於呂不韋的這個 竊盜國政的這樣的一個事實 就對陳橋啊說 金王啊 非先王骨肉 為君啊 乃嫡子也 來者何人 趙太子家 命我正義保物給長安軍 立誠教非王太子 正兒非本王氏 因正啊 聽到這個陳橋 叛亂的事情啊 就大怒 就遭相國呂不韋來貢商大忌 後來啊 就派王簡啊 為大將 率兵十萬去討伐陳橋 秦軍攻在屯流之後 陳橋被殺 但也有一說陳橋是討到趙國之後 客死一鄉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陳橋之亂 秦國韓信外戚徹底遭到消滅 趙基當上太后 他也拉幫結黨成了勢力龐大的趙系外妻 但是偏偏他溺愛 落矮 有一說落矮會叛亂也是被楚系外妻所逼的 緩合之後為您解答 歡迎回來 趙基跟吟政在趙國躲藏了六年 九死一生 終於回到秦國 最終變成了一國之後 但是偏偏秦孝文王跟子楚都早死 按照秦國的法令年幼的吟政 雖然即位為秦王 但是最終的大權還是掌握在華揚太后的手中 而趙基也同樣靠著兒子 是秦王的關係當上了太后 他扶植了趙系外妻一黨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密愛的假嫣人 落矮竟然是成了趙系外妻 被楚系外妻滅掉的過因 請看我們的深度報道 落矮叛軍已被剿滅 交出落矮者免死 殺 殺 我真是想瞧你了呀 小小趙你 反應竟然如此之快 套籃不比華揚太后 從來精尊玉貴 千嬌百寵 我上過寒郸城樓 見識過千軍萬馬 他險些成了人盾呢 萬劍穿心我都不怕 還怕這些後宮的婦人伎倆嗎 我站在這兒好好跟您說話 今天您是長輩 但若長輩不辭 也莫怪我不孝 伶牙立指的秦莊相王王后 趙姬大言衝撞她的婆婆 華陽太后 憑藉著是她王后的身份 還有跟相國呂不韋 甚至是長信侯落矮 他們這群從趙國喊丹來的人 掩然成了趙系後黨外妻 依照大秦慣例 親王未曾籍貫 朝事可由太后決斷 別說仗你八十 將你仗必 誰敢智慧 打 話說司馬遷史記中 用太后贏不止來描述 早年上偶的趙姬 而相國呂不韋擔心害怕 嬴政年長之後 會對他報復 他與趙姬的不倫戀情 於是送上了假宦官 大英人 落矮給趙姬 老愛最有名的 在九席的宴會裡面 楊具套上童木的 這樣的一個小車輪 做精采的表演 稱為這個大英人 而且他性能力非常強 趙姬就聽聞他的性能力強悍 就得到這一個寵愛 成為當時的一個面首 太后趙姬身居高位 但他卻不避諱 反而高調讓人知道 他寵愛假燕仁落矮 詞記上面所寫的 不管是食衣住行育樂 通通你想要什麼 我就給你什麼 毫無限制 好像這個刷卡無金額一樣 隨便他自己去弄 所以他就這樣子 還養了很多的門客 還很多的仆人 仆人就有一千多個 然後門下的這些人 也有一千多個 就簡直就是非常的囂張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封地 就直接封為叫做矮國 還生了兩個孩子 本以為那落矮 只是一個市井粗鄙之人 賈府入宮 飛上枝頭 理應有所顧忌 其樂他竟傲慢肆意 飛揚跋扈 不知收斂 召集那個愚蠢的女人 找個男寵陪他送玉也就罷了 竟要陪上我在大秦 經營多年的權位 管不住自己情侶的太后 趙姬有學者說 對照秦宣太后 實際把趙姬寫得太難聽 這個宣太后呢 她可以在朝堂之上 跟大臣們在議事的時候 竟然舉了一個 有色的一個例子 她就說以前這個惠文王 他把腿壓在我身上 我覺得非常的重 但是後來呢 先王把他整個身子 壓在我身上的時候呢 我感覺很舒服 這是一個非常深度的 有色的比喻 她竟然是在朝堂之上講 所以可見以當時的情況 秦國的氛圍 對於女性的這種 貞結的要求 好像不是那麼嚴格 而且秦圈太后 為了秦國的利益 更是把自己的身體 當成了武器 你若真想讓我放心 那就跟我做一件事 你說 讓長生天見證你我 結為福氣 趙姬過於寵信假嫣人 落矮還生下了兩個小孩 落矮甚至意圖起兵叛亂 究竟嬴政會如何處置他們呢 廣告之後帶您了解 歡迎回來 受到了太后召集寵愛的落矮 隨著自身的權力 和地位日漸高漲 竟然欲獲難填 動起了糾戰雀巢的念想 於是她籌劃了發動一場叛亂 史稱落矮之亂 有史學家將落矮之亂稱為是秦始皇 50年人生當中最大的危機 既是最大的政治危機 也是最大的家庭危機 這場叛亂背後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秦始皇 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 以維護兒子的地位為最首要的考量 除夕外戚的秦宣太后 為了秦國專權不罷 凡官沒有政治頭腦的召集 跟落矮慢慢走入死胡同中 讓後宮備份最高的華陽祖太后 都看不下去了 你在官方身份裡面是宦官 不是正常的情人面首 不是 而且那時候其實也沒有面首這個字眼 可是你的身份 正式的身份是宦官的時候 你就是不可以當王后的情人 還生了兩個孩子 這對秦王正來說 這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不但打擊他也侮辱他的父親 寡人實在找不到更低賤的詞語 形容他們兩個 王兄 要是將那落矮治罪傳揚出去 豈不更令太后名聲受損 母后何時在意過名聲 面對朝野反對勢力的踏伐 西元前238年 落矮決定趁迎政在雍城秦年宮 舉行官禮之時下手 帝太后跟秦王這個的應息 來調動軍隊 得到一批大臣的一個支持 所以勞礙發動政變 是得到帝太后的支持跟指使 常姓侯奉太后席文有令 激明之後 雍城將行冠禮 為大王加冕 然 去本侯收報 大王已被刺殺 現在雍城的 乃是逆黨 是假王 那年他去到這個雍城 秦年宮的時候 是做什麼呢 是進行官禮 秦國的法律是 你進行官禮就代表你強年 那他進行官禮的時候 是幾歲 不是20歲 是22歲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你被延誤兩年了 為什麼會延長 因為既得利益還不願意放棄 放到後來不得不放 那這個既得利益會是誰 以現有的這個條件來看 華洋夫人是 中兵聽令 本侯已握大秦王式調兵令牌 絕無虛假 奉太后一職 請大軍出兵 與我一起前往雍城 自殺賈王 為大王報仇 殺 塑造營政當時 華洋夫人遲遲不放權力給他 對於一行想要拿回權力的營政而言 當然要趁這次落矮之亂 展現自己的企圖心 所以秦王密 丞相 昌平軍 昌文軍 率兵集之 雙方在咸陽城中大戰一場 其實落矮並無軍事才能 他的手下又只不過是 倉促聚集的烏合之眾 那拚得過贏政訓練有數的軍隊 所以激戰過後 落矮跟他的黨羽兵敗逃亡 不過有史家認為 落矮叛變的對象並不是贏政 因為趙姬怎麼會願意讓落矮殺死 當年與自己在趙國 過著悲慘生活的親生兒子呢 所以他們是藉此 要鬥掉華洋這一楚系外妻 但最終落矮遭生情 被送到咸陽 遭到車列之刑 並諸三足 秦王把落矮與趙姬所生的兩個兒子 放在布袋中活活打死 甚至將母親趙姬給關了起來 誰敢求情就殺誰 直到殺了第27個人 才終於放了母親 可以想見秦王鎮有多恨趙姬 秦始皇對另外一個女子 非常的好 叫八卿 甚至還為她這個 做了很多的這種經濟上面的幫助 甚至還弄了懷清台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她認為八卿是一個 很守護到的 很重視貞潔的一個女孩子 跟她的母親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她用這個方式 來對比跟她母親之間的這種關係 也就是她其實是向往 希望她的母親就像八卿一樣 在這個 復道上面 在連結 在操守上面 是要能夠好的 勞矮亂後 帝太后趙姬被放逐 秦王鎮十年 呂不韋因為曾舉見勞矮 因而遭到牽連免相 趙姬外妻沒落 以華陽太后和昌平君為代表的 楚姬外妻全力打到頂峰 還操控著嬴政的婚姻 秦王鎮十年 引楚夫人 並沒有寫到底是贏的是哪一位夫人 她的名字沒有寫出來 只能推測她是一位 出身楚國王楚的 這樣子的一個女子 是華陽夫人跟昌平君 有親族關係的一個人物 終於在秦王鎮十七年 這一年華陽太后去世 昌平君雄起在四年後被放逐 當時嬴政三十四歲 可以說是她在這個時候 才真正擁有權利 她只花短短五年時間 就統一了天下 華陽夫人的一生雖然沒有子嗣 但是靠著她跟呂不韋的政治合謀 扶植了兩位秦王 也成功寫下一頁璀菜的歷史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也歡迎觀眾一起上 《現代騎士路》的Youtube 訂閱跟分享 我是曾偉 我們下次再會 《千代騎士路》的時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